各位666宿会的家人,大家现在好,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说明篇 最近周老师的日经济没有每天的更新 然后很多网友说周老师失信了 真的首先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们有这个说明 就是未来我们的日经济会不定期的更新 那么的话每天更新 现在确实因为周老师的工作特别特别的忙 现在确实出出不了时间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然后呢这个现在是暑假嘛 然后暑假的话呢是我们公司的服务月 那每一年暑假的话行程排的都是异常满 因为我们很多的弟子和这个学生的一些孩子们 特别渴望能够得到周老师的帮助 所以每一年暑假我们几乎都没有公开课 都是品牌课来服务我们这些弟子和我们弟子的孩子的 我们今年呢开了两个课程 一个是少年年秀之道 然后专门是这个教家长如何跟孩子沟通 我们讲家庭教育 然后讲如何让孩子做到自信自立自主自强自律 然后教孩子如何生起梦想 然后教孩子如何跟父母沟通 父母如何跟孩子沟通 然后教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如何能够做到最亲密的这个亲子关系 因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是孩子与生命万物的关系 然后不管是未来子女与世界的关系 财富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其实都来自于他跟父母之间关系的投射 然后开这个课程周老师要花很多的心思 除了这个去找很多的青少年教育专家以外 然后我们这个课程有将近五天五夜 都是周老师主讲 然后讲完以后还要一对一的辅导 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家长和孩子 所以最近呢特别特别累 工作也排得特别特别满 然后我们今年还开了一个演说之道 专门是这个教我们弟子们演说 也是专门教我们孩子们如何演说 因为演说可以让孩子快速的生起梦想 快速的让他们能够拥有自信 所以呢暑假期间呢 周老师行程确实比较满 而且这段时间呢 这个周老师因为长期的工作 嗓子发言 然后以前每一次都是课程结束以后 周老师会利用休息时间来给大家录日经济 但是呢 这一次休息时间非常短 中间的课程只隔一天 然后呢 这个下来以后嗓子又发言 然后根本说不出话 在台上几乎是 完全是用自己的生命在演说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 理解 然后也有几个好消息要给大家公布 周老师一直想把财商推广成普世教育 让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学到财商 所以周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也在北京 跟我们一些有关部门谈合作 咱们有一个国家事业单位 中国管理研究科学研究院 那是专门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管理思想 来去服务我们中国中小企业的 是由咱们中国的这个原国家副总理 然后发起的一个事业单位 那现在周老师在跟他们一起成立了一个财商研究中心 专门研究财商 把这款 把财商这种教育推广到中小企业 而且我们跟北大合作 北大有一个博雅计划 北大博雅 然后的话呢 也是这个 这个我们希望在北大博雅下面成立一个财商商学院 然后呢 这个通过 通过更大的平台 然后来推广财商 把财商变成一个普世教育 所以呢 这两件事现在都已经谈成了 然后呢 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这段时间呢 工作确实比较慢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其实周老师的日经经 录到现在已经将近一百多篇了 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每天听一下 我感觉非常好 其实周老师很多弟子通过日经经取得结果 他不是听一遍 他是反复听听很多遍 因为你每一次听都会不一样 那我建议在周老师日经经没有 比如说今天没有更新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第一篇开始再听一遍呢 可能在一年前你听过周老师的这一篇 你今天再听 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收获 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一发老师的日经经 包括周老师在66书友会平台的解书 我们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网友留言 说周老师 你不是讲营销比销售厉害吗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营销啊 其实营销有啊 我跟刘克亚老师专门推荐了那么多营销的书记 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呢 希望大家理解吧 我觉得那周老师未来 这个会坚持来录这个日经经 只要有时间一定录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大家 然后呢 还有的话就是周老师会有这个除了有这个语音版的日经经以外 还有一个文字版的日经经 大家也可以每天早上看一看 这是我在五年前中级地址班的课程 在一对一辅导地址的时候 带着地址写日经经的时候呢 是在四年前周老师这个带着地址呢 365天内行课程写的 那我相信如果你认真看了 你的收获也会非常非常大 然后换句话讲 就是周老师的文字版的日经经会365天 每天不连段的更新 然后语音版的话呢 我们每周都会有更新 只要周老师有时间马上给大家录 我们后期一支做马上就传上去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地理解 如果你看过周老师的行程表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几乎没有空的 周老师到现在为止是刚刚讲完 四天四夜的演说之道的课程 我马上今天这个下午就要飞杭州 去阿里巴巴 然后参观马云先生的这个台积产院 然后我们跟阿里也有一个很大的合作 阿里聊完以后马上飞北京 我们要去这个中管院这个和北大签约 然后北京飞完以后马上就要 就要这个踩到的课程就要开始了 对还有一个好消息 周老师现在跟这个我们凤凰卫视的超级演说家 这个栏目合作了 那我们每次踩到会场 我们超级演说家都会请一个巨星 来到我们的课程现场 超级演说家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电视节目 他们一期的投资超过1.8个亿 是继中国好声音最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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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一个制作节目 而且这个很多很多的这种励志的演讲 请了很多明星 刘嘉玲啊 刘晓庆啊 扣乃兴啊 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他是在京东填包卖店的 一年做个一两千万的流水 可能只有一两百万的利润 结果一下子火了 然后现在一年大概能够做四五个亿 然后那业绩是倍增了几百倍 所以这个平台非常非常好 现在他们也在线下找一家 最有使命担当的这个培训公司 想跟我们合作 把他们的海选的这个地方放到我们的会场 我们上一届的这个周老师的演说 直到现场这个寇乃兴 台湾的知名的主持人 也是这个我们超演说家的 从选手做到评委 做到上线院总老师 非常非常厉害 他老公叫黄国伦 是给四大天王写歌的 王菲啊 刘德华 很多歌都是他写的 他在鸟巢帮他老公办了一场八万人的演讲会 非常非常厉害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分享 这个哇 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子都收益匪浅 我们这一场的才道将会请到刘晓庆 他也是超演说家的一个嘉宾 会给大家分享 他是如何从默默无闻 变成超级大明星 又变成企业家 变成百亿富豪 然后因为不懂企业经验 锒铛入狱 然后当江文要帮助他的时候 他不要 他要靠自己动山再起 再次成为一万富翁的励志故事 那如果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才道的现场来感受 如果你想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大家一定要查一查 由鲁豫主持的超级演说家 和我是演说家这两大节目 现在都跟周老师在合作 所以最近好事连连 周老师的事业 蒸蒸日上 所以确实是比较忙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感恩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我们下期见